大家好,是我的高登仔 今天因應網友的要求 阿威,高登仔,你都說了幾段TVB的娛樂新聞 是不是現在ViuTV,MIRROR那些都沒有消息 我高登仔告訴大家,娛樂新聞是有 看看大家喜歡聽什麼就說什麼 現在言歸正傳,說回《造星4》 最近也很流行,《造星4》 話說,跟著一個報導說 《造星4》剛剛那個星期日 說進行了第三輪面試 而這個第三輪面試就是《全民造星4》的第三輪面試 我不知道他要求還是比賽 就說一定是以數還上陣 因為大家之前聽過報導說 《全民造星4》這次會是以全女班的總合去玩的 即是說完全沒有,每一個男的參加者都沒有 進行了第三次的面試 全部我看回那些相片就覺得不是太差的 但是呢,我的報導就說 花姐就說,嘩,很直言,很感言,質素沒有差 之所以他這次要求參加者要素顏面試 因為他們想看參加者真實的一面 從而選出99強的參加者 原來根據報導,《全民造星4》以全女班為招來的證人騷 剛剛那個星期日就在觀塘某工廠大廈進行第三次面試 一眾參加者均以素顏上陣 還有這個節目監製花姐和梁祖堯會面 現場所見,大部份參加者一組到場進行面試 當中就有說到,一生打扮的可有 面對面試就有信心 但擔心臨場發揮會又失準 雖然大會沒有指定需要準備什麼 但是他自己除了準備表演唱歌跳舞之外 對答方面現在有預先的練習 這次面試會選出最後99強 他講過,海柔也講過了 他也聽過,自信心也有 為什麼要素顏面試呢 海柔就說不知道什麼原因 但對素顏也有信心 可能看下去會更年輕一點 這樣其實還有他訪問了幾個參加者 大多數就說有信心 但準備就不知道 也叫做大會 綜合而言大會也沒有跟他們說 為什麼要用素顏面試 這樣 他參加者就說只是一班 評判面試的時候表現 只是聊天而已 但有些就不是太有信心 是吧 而當中26歲的E8 看到有人訪問他的時候 大會的工作人員就馬上提醒他 他說千萬不要透露面試的內容 而這個也有參加者就說 雖然大會要求素顏 但是他在考慮會不會畫美 令到感覺比較精神 那23歲的Yanny 也對素顏相也很有緊張 那25歲的Ruby 直接不緊張 也透露大會沒有對素顏有什麼指示 那對於這次參加者的質素 花姐就直接說 比她想像中差 但這次自己也不是擔任經理人 所以就沒有壓力 咦這次花姐不做經理人了 那他全力做監製 那所以呢 他就說這次的質素就很差 那呢 那呢 還說呢 死啦 這次這個節目呢 這次要跌入陷阱 可能要改回男女 那他更加透露 這次第三次面試會進行淘汰 選出99個最後參加者 那剛剛花姐也說 他就看過幾組的參加者 大部份人都不行 可能技巧不行 但他今天看的不是技巧 反而看他們的性格 那花姐就想了 技巧他們就有經理人 阿Wing看看怎麼搞了 那也有參加者就問他 為什麼要素顏出席啊 那花姐就說 因為他想看多一點他們的樣子 如果靠化妝去看呢 他又太多包裝 又不真實 那第一 素顏呢 就可以拋下他們的包袱 可以真實 把自己的一面拿出來 那所以呢 他就覺得呢 這件事比化妝呢 就更重要 這樣說的 那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都知道 花姐都直言 那幾年呢 大多都出名了 那至於這次 就是要素顏上陣呢 都果口非呢 因為現在呢 化妝呢 就變成了 極重了 那所以呢 花姐可能真的要看一下 素顏啊 那他都說得好的 就是你 下妝之後 那 那 就沒有了包袱 就是把自己真正的表現出來 那也是好事來的 那呢 我們都希望呢 等候這個全民造星4全女班的播出 那時候呢 就可以一倒他們的 是不是真的技巧那麼差呢 還是其實他們真的不行 要改回男女組合呢 我們拭目以待啦 但是我拭目以待 一定要的 我們來看 那一件事 下廊 然後我們去找 都沒有做 那一件事 那些事 一件事 是 我沒想到 那些事 那些事 我沒有想到 那些事 有 那些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